恐龙总动员 遥远的森林中 生活着一群与众不同的朋友 他们的名字叫恐龙 看 慈母龙妈妈正在孵恐龙蛋宝宝呢 噓 我们小声点 别打扰他们 咚咚 忽然有一只偷蛋龙 悄悄地向慈母龙走来 偷走了他身边的蛋宝宝 站住 正好路过的BQ大喊道 慈母龙这才惊醒 着急地哭了起来 偷蛋龙抱着恐龙蛋宝宝 向远处跑去 气愤的BQ立即变成一辆小汽车 在后面紧紧追赶 一定要帮慈母龙 把蛋宝宝追回来 嘿嘿 这下看你怎么追上我 偷蛋龙抱着蛋宝宝跳到了梁龙的头上 想躲开BQ 但聪明的BQ跳上翼龙的肩膀 飞了起来 站住 放下蛋宝宝 突然 前方出现了一只可怕的霸王龙 把路都堵死了 梁龙纷纷逃跑 偷蛋龙想浑水摸鱼 趁机也跟着梁龙跑了 在后面追赶的BQ 幸好发现及时 赶紧拉着翼龙往回飞 噢 霸王龙露出锋利的牙齿 对着BQ吼叫 只差一步 BQ和翼龙就要变成霸王龙的食物了 啊 翼龙被吓得赶忙飞走了 来不及做饮的BQ 从半空中掉了下来 啊 啊 哎哟 BQ翻了个跟头 正巧掉在了剑龙的背上 霸王龙也追了上来 不小心踩在了剑龙的刺上 疼得捂着自己的大脚板 嗷嗷大叫 偷蛋龙 偷走了慈母龙妈妈的蛋宝宝 你能带我去追他吗 BQ请求剑龙的帮忙 带他去追赶偷蛋龙 没问题 剑龙赶紧带着BQ继续追赶偷蛋龙 背着偷蛋龙的梁龙跑到悬崖边 一个机停把偷蛋龙从悬崖顶上甩了出去 救命啊 我的天哪 偷蛋龙掉下悬崖 这时从海里窜出一条鱼龙 鱼龙张开大大的嘴巴 哇 天降美味啊 鱼龙想要一口就吞掉偷蛋龙 在这危机时刻 在这危机时刻 BQ从剑龙背上一跃而下 卖卡解卡变 BQ用魔法伸长了手臂 抓住了蛋宝宝 机智的BQ把偷蛋龙和蛋宝宝 从鱼龙的口中救了出来 这是你的蛋宝宝 BQ把蛋宝宝还给了慈母龙 偷蛋龙惭愧地请求大家的原谅 他见识到BQ强大的本领 以后再也不敢偷小恐龙蛋了 小朋友们 搜索麦杰克好儿歌第五十集 一起来唱恐龙歌吧 BQ强大的本领